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只是这种剧场的影子 这个国家 这个世界的影子 我们什么都需要 只是做影子 做影子这个角色 这部电影是什么呢 它的名字叫《未来简史》 讲一讲故事 有两条时间线 一条是现在 一条是未来 现在是讲男主角目击痛苦的男人 和她的老婆叫北长女孩 就要由北方到南方 她本身就是北方居住 另外她的儿子 二十多年后 叫二乡行 捧着一个盒 不知道盒的内容是什么 但一定要由南方到北方 是两个时空 两条时间线 现在和未来好像是平行线 但去到戏中间位置 她就会断开 就会打破这条平行线 其实我们做的所有事 或者我们 甚至我们所谓 思考人生的意义 其实一定和时间有关系 比如举个例 如果人是不会死的 接下来就已经改变了所有事 改变了所有 就是我们现在思考生存意义的框架 但是一般来说 我教英文 时间都是线性的 就是过去 现在 未来 是线性的 但是 其实她以东方的时间观来说 其实她不是一个线性的 印度的文化 或者传统是讲轮回的 当有轮回的时候 时间线 其实不是直线 其实是一个打圈 其中有一个佛教的教派 叫做天台宗 有一个说法叫一念三千 一念三千的意思就是 你每一念都有三千个可能性 和三千世界那么宽 你想想人每一天有多少个念 而你痴痴万万的念 会献生成不同的可能性 这个也是在冲击着 所谓的直线的时间观 其实有两个主要的艺术理念 一个就是新闻本 新闻本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去角色化 即是她会 即是她会 即是她的角色名 刚才我也介绍过 其实没有特别人名 不是Peter John Mary 又不是陈大文 反而我用了一个议仗 去作为她的角色名 另外一方面 新闻本其中一个形式 其中一个特色就是 她在形式方面的经营很下功夫 其实就是说她会 譬如以前 可能传统的写实主义戏剧 会转景会转得少些 但新闻本是可以 譬如我一部电影有十四场戏 就有十四个不同的空间 而第二种就叫 Synography 英文 可以这样译造 即现在直译就叫 剧场设计 但其实我觉得 可以译造剧场美学 可能比较贴切一点 在戏或文本以外的一些 凝固的效果 包括声音 视觉 都会有的 譬如今次邀请了 视觉艺术家周俊辉 担任美术指导 和我一班 合作开的 幕后的设计员班底 和他们由今年的一月点开始 工作这个戏 工作到现在 其实都是反反复复复思考 或是最后的画面 或设计 会是如何 作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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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作家 名叫Rocker 他写了一篇评计 其中一句 我都在宣传单章中有提到 他说这部电影是拒绝 线性的罪事 而且呈现了一个 当代社会残暴的意象 这也是这部电影想做的事 我想有一件有趣的 因为在戏剧节 邀请了德国导演和德国演员 读了一次剧 用英文读 他们读完之后 其实有一件有趣的 就是他们找到一种轻松的 这部电影我写的时候 是一个悲剧 但是他们 当然虽然是悲剧 但是我也有些 轻松幽默的位置 我自己也知道 但是他将那些位置 发挥了出来 于是影响了我 我到这部电影的时候 会否在一些沉重的地方 以外我还可以找到一些轻松的地方 导演自己的剧本 导演自己的剧本 有好有不好 限制就是因为 你太了解剧本 导演的时候 你也会有某些意象 在脑内 你导演的时候 就只想导演那些意象 于是我就更加 会提醒自己要开放一点 我就邀请了很多其他人 然后再加入来 去诠释我的剧本 正如我刚才说 所以我邀请一队艾文 另外也邀请了 这次很好 大家都知道 这班演员 其实是相当之有经验 他们也给了很多input 我觉得第一件事 翻译机会是不可能的 就是那个语言 你用那粒字 你在第二语言 未必一定找得到 但是就这么说 虽然不可能 其实不是100%不可能 你可能会做到八成九成 找回一些对应的字眼 而且我会很注重那个 音乐性 例如英文 我有些会对齐 十个音节 即十个语言 中文 我会尽量找不到十个 我都可能十年 我对十二个字 好不可以 就去找 其实我都很期待 尝试香港的观众 最后会接收到什么信息 他们会觉得是一件 什么事情 没有所谓 看不看得明白一部电影 我老师 在英国的老师说 观众入场 一定会尝试去理解 里面的符号 你肯主动去阅读 开放去阅读那样作品 没有说我想他们带出什么 反而是我希望他们 从更多不同的角度 去切入这个作品